马来西亚的大爱餐厅开幕了 而开幕的这一天 新山幼儿园的学生 他们担任服务生 还有厨房的员工 也准备了中餐还有西餐 而他们要把一天的营业所得 全部捐给洗身中心 大爱餐厅里面的服务生 是新山幼儿园的学生 同主的工作因为危险性高 由老师帮忙 其他从洗菜切菜到摆盘的工作 都是由学生一手包办 如果他们能够学起来 他们就知道煮一顿饭不简单 所以他们要珍惜食物 这些是一直在提醒孩子 不要浪费食物 就跟外面的食餐有的比较 看见成堆要洗的碗筷 学生没有苦着一张脸 倒是洗得很起劲 这也间接培养孩子 做家事的习惯 比较调皮一点 小孩活泼一点 然后来了吃净过后 经过在这边的宣言之下 就基本上他会比较 会关心人 就是说他也会说 要帮忙主动的帮忙你工作 洗碗手机什么 帮他们 为什么要做这个大一场点的工呢 因为要赚钱给食工 因为要赚钱给食工 让人做生东西 给病人洗身 孩子分工合作 集结每个人的小小力量 就能成就大事 大爱新闻 真善美志工 马来西亚新山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